英联杯第二轮,埃福顿VS罗瑟汉姆主队近况,泰菲唐埃福顿这个赛季,终于请来了自己心仪的主帅马尔科席尔瓦,而且这名西班牙教头也没有令球队失望, 新赛季的头三轮一胜两瓶保持不败,上一轮面对樱桃伯恩茅斯,在吃到一张红卡的情况,夏竟然能够取得领先,这是没有预料到的,然而更加令人想不到,的是当对方也吃到一张红卡之后,也打开了进球账户,最终双方战成2比2握手言和,泰菲唐错失了收获连胜的机会,客队近况,罗瑟汉姆上个赛季赛英甲, 一直不显山不露水,直到打进最后的升级附加赛球队,才开始展现真实实力,并且在最后的决赛中,拿下了整个赛季都发挥出色的谢斯伯利,将对手一个赛季的努力复制一句,自己抢走了最后一个升级名额, 新赛季赛英冠球队还需要适应一下客场,好在主场可以赢球,上一轮就是在主场一球小胜二年级的米尔沃尔,偶尔探球分析, 根据全球体育比分大数据显示,泰菲唐这几年在英联杯中多半,都是可以打到第三轮之后的,可见球队对于这项杯赛还是有一定的重视, 但绝对不会是重心,本场面对英冠球队,个人倾向主队不会大胜,感觉上在杯赛当中给出身盘的超低水,往往打出去相当费力,越是看上去容易的事情,可能越不太好达成, 喜欢小编可以关注小编,在评论区可以获取更多精准推荐,最新消息,在这个被C罗离开黄马,转头油文引爆的夏季转会期中,英超的转会操作, 显得有些沉寂,比起以往几个赛季各大豪门激烈的军备竞赛,本赛季英超珠强中,只有利物浦和阿森纳引缘不断, 但除了天价门将阿利森,其他新员的地位和量级似乎也不够,吸引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球尼, 不过,在诸多转会传闻中,有一则报道,却点燃了中国球迷的热情,英超声把马郎队有意引进国父王台, 上岗前锋吴磊,吴磊能和C罗抢戏吗?近几年堪称中国球员刘洋的低潮期,相比于孙纪海、杨晨、李铁、郑志、董方卓、李伟峰、邵嘉一等上各时代的刘洋大热潮, 如今中国球员的刘洋路却越走越艰辛,张希哲、张成栋们远赴欧洲,但约梦之旅杀鱼而归,最终也只能回到中国, 如今,能被大部分中国球迷,叫出名字的刘洋球员,只剩下无法征战英超,辗转于何贾德贾德张玉宁, 以及征战西班牙第三级别联赛西以币的林良明,在这样的形势下,此时,英国媒体Express Star狼队所在的沃尔扑汉普顿当地媒体, 扑出狼队有意无内的消息,无疑是中国足坛九汉逢甘林式的事件,然而这笔转会看起来很甜,但仍然问题多多, 甚至这场甘林能否顺利落下,都还是个未知数,不过,这个天赐良机摆在眼前, 我们不禁假想,如果狼队真的要把吴磊带去英超,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? 拦在吴磊面前的最大拦路虎,就是英超严苛的劳工证制度,在著名的博斯曼法案后,为了避免英格兰本土球员出场空间进一步被压缩, 也为了尽量避免天价水货外员出现,英组总出台的劳工证制度越来越严苛, 这也让非欧盟球员登陆英超的难度大大增加,无类登陆英超之旅,第一个难题就出在这个劳工证制度上, 那么,到底满足什么条件,才能顺利拿到劳工证呢? 喜欢小编可以关注小编 最近当困难时,世界兰本全什么道理他们从来约尽身后, 还有个监定的决筑制度上, 我们现在的勤奉自己的作用关注小编给了价格兰本土球员出场空间, 印象体育剂的确游,